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 杨子晒迎财神穿搭,白色马甲配香玉紫卫衣和休闲裤,可爱又保暖。 当红小花杨子杨子晒出了自己迎财神的穿搭, 身穿白色马甲搭配香玉紫卫衣可爱减零又保暖。 下身搭配宽松的白色休闲裤修饰大长腿, 还与马甲色系相呼应。 头戴黄色的毛线帽增添翘皮感,整体造型又萌又精致。 杨子这套迎财神的造型,略微宽松的香玉紫卫衣温婉轻盈。 翘皮又时尚,将身材包裹下摆收紧,弱化拖沓感增加保暖度。 在外面叠加了一个白色的羽绒马甲,进一步提升保暖度。 马甲无袖所以保暖的同时,弱化了羽绒内感的臃肿感。 由于杨子将内搭的卫衣下摆收入到裤腰内,搭配上较厚实的羽绒马甲后。 除了能很好的形成层次感,还可以彰显出穿搭的利落感。 配上一顶黄色的毛线帽,更加保暖并且呈现减零吸睛的效果。 下身杨子选择了白色的休闲裤,柔顺的垂坠感以及直筒宽松的裤管。 轻松修饰腿形,长裤高腰的设计,将内刀卫衣的下摆扎进腰内。 再加上抽绳与松锦带双收腰,这样尽管是冬季单品。 依然能够将纤细的腰身呈现,还能重新划分身材比例,形成三七分。 凸显半身高度。 白色长裤打破冬天的暗沉,充满轻盈时尚感。 搭配一双白色皮鞋,干净自然又不失气质与大气。 杨子似乎对这件马甲和毛线帽十分青睐。 在新年的一次出行中的造型也这样搭配,保暖时尚又减零利落。